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好 请问你们单位过年发什么了 发短信了 你们单位也太接讲了 2013年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气象名词 雾霾 关于如何防范雾霾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 请问他如何防范雾霾 你好 也好 请问在这里能不能介绍一下如何防范雾霾 非常简单 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开窗户 好 那如何防范禽流感呢 多开窗户 多通风 那如何在雾霾天预防范流感呢 打开窗户 待在厕所里 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 近些年地球依然不断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地震灾害 为此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 请他在现场为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预防地震灾害的小常识 你好 你好 请问能不能在这里为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预防地震灾害的小常识呢 当然可以了 你初一的时候尽管在家里睡觉 但是十五的时候一定要到外边去睡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专家的解答总是出人意料 近年来国学由殿堂所入寻常百姓家受到追捧 但有大量伪国学充斥其中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 你好 你好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什么是真正的孔孟之道 那这里先从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讲起 那何为王道呢 对手不听话从他身上压过去 那何为霸道呢 对手听话了也从他身上压过去 那何为孔孟之道呢 压之前先告诉他一声 感谢专家的依旧精彩的解答 今年来屡屡有救助摔倒老人引发的纠纷 已经让怕惹麻烦成为人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障碍 今天我们同样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谈谈他的看法 您好 您好 请问老人摔倒了我们该不该服呢 当然要服 为什么 孙老爱幼乐于助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定要服 这是对的 那如果这个老人是故意摔倒碰瓷讹人的呢 那更得服 为什么呢 你想啊 人家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冒着千人说万人骂的这种压力出来碰瓷讹人 容易吗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这是一种将脸皮置之度外的精神呢 面对着这么一种精神 我们能不服吗 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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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